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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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大家不太说得出名的国家 做了一个宣称的测试 想把所有Facebook的专门降至极低水平 看看Facebook的用户互动 现在用户互动 可能按入讯息片 可以大致分成两个类别 第一个类别是我与朋友之间的互动 加上朋友 大家可以看到有什么资料 另一种是赞好标记的标记 标记的标记资资料等 现在用户互动去按下来 这一盗消息之后 全部人都叫苦连天 很多媒体上讨计 自动市场讨计 Facebook收取我的保护费是否收到这么猖狂的地步 我现在真是搞不定了 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Facebook后来澄清了首先这是一个测试 而这些只不过六个国家的测试 不会蔓延到一些比较成熟的经济体或一些地方 可能香港、美国、台湾未必会实行的 只不过是测试 第三是测试为了研究一个新的功能 叫做Explorer Explorer是什么功能呢 就是将page和朋友之间的接触层面分开 看看会否有不同的效果 结果有这样的澄清 但这种澄清不算太有效 因为在一些KOL或KOL的范畴 都开始出现一种逃亡潮 这种逃亡潮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开始觉得Facebook 实在欺人太甚 如果大家用Facebook就会知道 譬如Facebook出一个post 我当作我的page 36,000个followers 算是在财经来说数一数二 必须承认 3万多followers 但我的page出一个post 也不会达到36,000个人 可以看到 因为Facebook有一个演算法 是将你自然的触及率按到最低 换言之你like了我的page 又或者你将我的page定义了做优先看的时候 你都未必会看到我的post 因为Facebook是有心将这些algorithm压低 它是逼我付钱去买这些post 让这些post可以广泛给更多人知道 例如我给这些数据参考 我的organic wish算是挺高的 因为现在很多page的organic wish 都跌到5%或以下 但我必须承认我仍是维持在10%以上 甚至乎有些post仍是50-60% 证明还是算是organic 因为我写的文章 或者我出的post都叫做多人share 你多人share多人接触到的时候 你的organic wish就会自然增加 所以是这样的玩法 现在演算法就收得越来越紧 最近大事件就想将演算法紧到0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刚才说到KOL或KOLswannabe 出现了一个逃亡潮 逃亡潮是大家想转到一个新的媒介 叫做medium 这个medium到底是怎样呢 我都未摸熟 因为实在媒介太多 譬如一个正常的KOLs 可以玩Facebook 这是最早期很多人起家的工具 你先玩Facebook玩得早的话 是绝对有好处 因为当时的organic wish是极高的 例如我说一个例子 上的organic wish已经很低 但我仍是维持着一个很高的水平 例如我个别有些post 例如取笑正式评论员登神 或者支持某些年轻的参选人 那些post 我当时只有2万多个like 但我的post是可以wish到近100万 一个post 可以wish到60-70万 算是挺厉害的 但一个post可以有这么高的影响率 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是上年的演算法已经很低 当然今年就更加低 我今年是低到 我已经很少有个别post 在超过10万 只能够维持在几万 甚至几千都会有 Facebook修改演算法 第一个出现 就是KOLs的逃亡潮 大家转到medium 虽然大家都不知道medium是什么 但大家都觉得 永远好像被Facebook拦着喉咙 拦着我的话语权 都很不妥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付钱 在Facebook那里bush Facebook bush第一次的时候 假如他再收紧 再给多些钱 这会变成一个无底心痰 就像喝披霜去止渴 喝口止渴 你永远不知道 可以捱到什么时候 他不停收紧 你又不停比 越比越多 无底心痰你便玩完 没有一个平台永恒 大家都相信这个信念 不如趁他开始 搞这些动作 在另一个平台插劇 慢慢营运好 有些人会选Snapchat 或Instagram Snapchat比较年轻 再年轻 十多岁便会玩Snapchat 我都没玩Snapchat 我开了个币 也不会玩 亦没有时间研究 怎样玩 实在要浪费太多心力 Instagram是比较个人化 Instagram的增长 亦很厉害 Instagram的增长 根据一些文章 已经有240万个active用户 与Facebook 亦有少少距离 但香港有240万个active用户 意味着在700万个人口 已经有一个 多大比例的数字 找到Instagram 所以很多人都开始 尝试用Instagram 成为信息发布的评价 Instagram只能够 比较私人生活照的分享 一些长篇大论 或高质量的评论 或高质量的文章 不方便在Instagram分享 因为那边的生态 只接触一些比较 私底下私交的 可能是拍照 行山、风景照 食饭、食物照 仅限于此 即使是故事 动态的故事 也不会陈基 放一些很长的文章 或很长的资讯性的东西 所以Instagram有局限 但大家都在想 怎样去做 整个网站都开始出现了 很大的变化 或是媒体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很多媒体现在都很惆怅 因为 即使大到BBC都要跪下 在Facebook开行程 将自己的内容放在Facebook 分享 这些新闻 强热 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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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要开 Facebook 或是Economist 都要开 Facebook 将自己的新闻 发放 变相现在的媒体 除了有自己的一个 自家平台 如果自家平台 跌得太厉害 大家只能够依附在Facebook 手机平台 去搞 但是 开始 Facebook成为霸权 大家都开始觉得 有些不妥 到底怎样去对抗 或者有没有其他平台 取代 事实上 Facebook现在 真的越做越差 例如有很多片 例如 陈奕迅说英文很好听 又或者陈奕迅 中国好声音 唱歌首歌 永远不停分享 但是 没有办法得到真正好好的资讯 而且得来得去 都是同一条片分享 其实 得到很多 多余和重复的 很多假的资讯 或者一些重复的资讯 或者一些花边的讯息 不停发放出来 例如我自己喜欢看 有水平的内容 但有时彈的女性最喜欢 今期最轻的10款唇膏 或者今期最好的香水 你比这些妥妥吗 但我不要这些资讯 不停会有演算法 尝试推测 你喜欢什么 就彈出来 其实彈出来的 未必是我想要的 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Facebook越来越难玩 现在媒体也要找一个 出口去想解决 例如早前 曾经盛行Facebook Live Facebook Live是一个 比较新的功能 当时我也有时候玩 反应也挺好 例如我 20,000多个资讯 我开一个Facebook Live 大约有200-300人 但现在演算法又收紧了 你开Facebook Live 你充其量 例如我开Facebook Live 我只有100多人左右 Live 当然鼓励了真实的互动 但其实他也希望Live 麻烦麦琳付钱 推荐一下 所以职业是比较低的 所以 变相在Facebook上推广 eCommerce或资讯 发布的时候 你可以很简单做到 但现在Facebook开始 问你拿保护费 开始收取钱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然有很多技术 可以再和大家探讨 但可能要留下一次 再和大家说 如果大家对今集的 踢爆今月光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likeSkyFinance的Facebook及YouTube专业 也可以支持我云水的个人专业 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云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